中国人的学职水平已经达到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好的 今天我们用一个视频说一说我们现在全国人民的平均学职水平和一些新的变化 关注张大夫的朋友都知道张大夫平时给大家科普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相关的医学知识 好多朋友也知道说现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最恐怖的就是血脂 可以说它是个决定性的作用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血脂 但是我们现在全国人民的血脂水平到底有哪些变化 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我要用最近新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当中的一些权威数据告诉大家 在这份指南当中就写道 根据2018年的全国调查就发现 中国人的这个血脂水平较之02年10年15年有了明显的提升 平均的这个总胆固醇水平 咱们国人的能够达到4.9毫模每升 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全中国人的平均水平达到了2.9毫模每升 而这个甘油三脂的平均水平呢达到了1.7毫模每升 这么明显的这种身高啊 较之于前些年明显的身高 也是为什么我们身边现在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的原因 大家看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 也就是动脉中央硬化性的斑块 现在好多人得心梗得脑梗 之所以这么多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们长得多了 而背后再深层次原因是血脂高 而心脑血管疾病是现在夺去中国人寿命的第一杀手 占比40%以上 所以说追根溯源控制血脂是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一环 张大夫自己2022年的体检报告显示呢 我自己的血脂甘油三脂是1.5 总胆固醇呢是3.8 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呢是2.18 可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当然我自己也没吃什么酱脂药 主要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辆车 我天天要么就是自己的这个走着 要么就是跑着 要么就是骑自行车 可能正是因为生活方式相对健康一些 所以说现在血脂呢暂时还没有升高 我也不敢说以后它不会高 但是呢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 和现在咱们中国人平均血脂水平不断升高 甚至达到超过人家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趋势 换起手机前面广大的咱们自己同胞们 无论你现在在国内还是你生活在国外 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血脂 提点之后 看看那个甘油三脂 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高了 如果高了 改善生活方式第一位 第二位就要找到专业医生进行正规的治疗 也希望大家了解这些事 当然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读懂血脂的这个专栏课里 咱们讲了很多血脂的每个指标进行了解读 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看 看完了大家对于每个指标就有了解了 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能唤起手机前面朋友们 对于血脂的重视 虽然都是一些数据性的 但是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 中国人都重视 我们只有自己每个人做到位 尽量把自己血脂控制好 我们全民的人民均寿命才能提高 健康素质才能提高 好了说到这儿吧 大家觉得今天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血脂高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